首頁裡面有個資料庫 資料庫裡面大概一樣 先建立一個class 所以這邊打一個cl ass 編碼方式記得往下拉 再往下稍微捲動一下 找到unicode8 unicodeci這個 因為我這邊已經有建立一個了 再來一樣 它會產生一個資料庫之後 你載到資料 就是你載到這裡面的話 它這邊有個叫建立資料 資料表 然後你就 再給它一個students 欄數的話就算一下 總共會有 這幾欄包括 id1234567 這個部分的話可以參考 我們講義裡面總共有七欄 就是按照這樣的方式 你就把它建立一個新的工作表 建立好總共有七欄 再一個一個根據那個講義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那個部分 一個一個建立上去 再來我們如果說要把資料放上去 不過如果要你們全部寫那個資料填上去的話 恐怕比較麻煩一些些 所以我已經幫各位把 這邊有一個isail檔 這個isail檔的話 你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就是這個isail檔 這個isail檔 如果說你已經建好那個框框 已經把資料庫 資料表 欄位都建立了 剩下來的話就是 把這個東西丟上去 它裡面就包含什麼 它的那個id 就這些東西 總共有這些 然後你要把它怎麼樣 不過這個地方 可能又需要改一下 這個是什麼 因為轉的時候可能是轉換 那個變成數字 它把它這個地方當成數字 所以你最後這邊 可能要再把它乾脆加一個什麼 在前面再加一個0 不過加個0之前記得 把這邊把它儲存個格式 改成什麼 先改成文字 前面再補一個0 記得改成文字 這個電話號碼前面 自己再補一個0 那補一個0的方法當然 如果你這樣自己再補一個0 那要補這麼多 所以要什麼方法 比較快的方法 這個應該isail的範疇 等於什麼 很簡單 等於 先補一個0 再and 這個東西 補上去 打勾一下 出來 好不好 像它填滿 那再把這個東西 複製 貼上 選擇性貼上 只有值 值值 這個 ok 那把值貼上去 再把這一欄給刪掉 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有 我們要的這幾個欄位 有沒有 那這些欄位的話 你要怎麼樣方式呢 可以快速的把這些資料 丟到那個mysicle裡面去 因為這東西也常遇到 比如說你手邊有一個isail檔 然後你也建了一個mysicle 資料庫 資料表 那資料怎麼放上去 ok 這裡的話我想 各位先 我是把它放在 那個雲端上面 你們找一下 應該很好找 在那個我們第二類的這裡面 這邊就有個student的 這個excel檔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假如說第一個 你建立資料庫應該沒問題 可是建立資料表 我發現有些同學 好像會有問題 怎麼辦 沒關係 我先把它刪掉好了 好 其實我做好之後的這個 這個這個什麼 資料表 其實它會出一個什麼 seql檔 seql檔會出之後 其實你們可以再到那個 因為我知道有些同學 這個可能動作沒那麼快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一個 class底線table 對不對 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你可以把它下載下來之後 它是一個seql檔 就是我做好的那個 table的結構 你按右鍵 右鍵裡面編輯 或者用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nolebit++ 來編輯都可以 用這個nolebit++ 打開之後 其實呢 就是什麼 就這些 它實際上裡面主要是 主要哪一些呢 主要是這個 這個這個有個建立 create table 然後面多一個 if not exist 就是說呢 如果它不存在 如果已經存在 它就不會新增 然後呢 直接幫我建立 這個 藍位名稱 這個形態 裡面做哪些事情 自動帳號 然後 名稱 性別 性別部分的話呢 是這種格式 比較特殊 剛剛有同學遇到 不過實際上你就選這個 旁邊的話 它會跳出一個視窗 填入F跟M就可以兩個 那你就把這一些 Ctrl-A C 把它全選之後 它這個seql檔 這個是我會出的 你就直接到哪裡呢 到那個 這個 買seql裡面對不對 這個資料庫裡面 我要利用seql的方式 建立資料表 而不是用剛剛一個一個 慢慢新增的話 你可以把剛剛的 複製東西貼上來 貼上之後呢 你下方按一個執行 這樣子 等於是說 因為我建立好了 我知道有些同學 可能動作沒那麼快 那怎麼辦 沒關係 我就給你這個seql檔 你按下執行之後 如果沒有錯誤的話 它會出現什麼 它會出現綠色的字 反正綠色應該表示 應該Safe 那如果說有問題的話 它這個會跳出一些相關說明 我們來看一下 把它重整一下 看一下這個時候呢 如果正常狀況的話 它應該會幫我在class裡面 新增一個那個 這個叫students的一個資料 有沒有 資料表 OK 這邊就出來了 那可是問題 第一步我們解決了 裡面已經有 有我們要的一個 students的一個 那個 資料 資料表 但是接下來問題就是說 我要如何把 雲端上面 各位可以看到的 這個students的那個seql檔 幫我傳上去 就是這個檔 那不過0的話 我想自己再改一下 我是串接一個0 然後再把它放到這邊來 那這些東西的話呢 當然如果在assess的話 就簡單多了 assess還可以Ctrl-C Ctrl-V就好了 但是在這裡的話 網頁恐怕就沒那麼容易了 所以要怎麼樣 可以把這些資料 搬到那個 我們剛剛指定的那個資料表 然後可以幫我把它輸入進去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喔 如果你的那個資料表還沒建立的話 你乾脆用我的seql 好了 好了 好了